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經過長時間的審議 剛剛發表了一份香港人權狀況報告 這份報告是直接批評港區國安法實行後香港的人權狀況 亦很直接地敦促新香港當局要廢除港區國安法 原因是他發現香港的執法部門很空泛地演繹這條法律 亦深切關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公民社會被瓦解 大量團體、工會、學生會等等 或者是停運、撤離香港 或者是撤離香港 這份報告很多朋友看完都覺得有點驚訝 為什麼聯合國會這麼進取呢 而新香港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亦都發表了一份很長很長六千多字的回應 也是那些中國式的評論 說這份報告是做出毫無根據的批評 亦都很失望 香港一切都是依法、辦事、諸如此類等等等等 這些說話我想大家都不需要特別去再聽了 我們值得關注的是 就是說究竟這份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報告的出現 會不會對香港帶來任何的實質影響呢 在聯合國的框架來說 一份這麼進取這麼明確的報告 又是否代表了國際社會對香港的問題真的這麼關注 又或者是對中國這一類的作風在覺醒呢 恐怕現實又不是這樣的 因為這次發表報告的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 它的性質及局限都很清晰 我們必須要知道 甚至前瞻未來可能會有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聲音 又是掛著聯合國的旗號 又是和人權有關 是來自一個叫做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 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名字很相似 但是後者即是理事會 是更加高級的 那麼究竟這兩個會有什麼不同呢 為什麼這次這個會對香港會這麼積極表態呢 我們就一定要理解這兩個會的組成方式 就要明白到不單是香港問題 會在聯合國框架有什麼待遇 亦都可以知道 一國一票這個機制 怎樣逐漸成為文明世界的漏洞 今次發表報告的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 它的身份是聯合國其中一個條約委員會 即是所謂的2D Committee 聯合國每通過一條的條約 都會成立一個相關的委員會 去負責監督有關條約的落實情況 而這個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 是因應什麼的條約產生呢 就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而聯合國人權有關的條約 並且根據這些條約所成立的條約委員會 起碼就有10個 而今次這個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 只不過是其中之一個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也不是所有聯合國會員都簽訂了 有些簽訂了的國家 在國內未經過立法程序核准 即是無效 中國呀 古巴呀 就是典型這樣的例子 說簽訂了 但是國內的立法機關 是沒有核准的 因為公約的內容實在和國內的法律 有太多的衝突 虧嚴格來說 這個委員會是不會發表和中國有關的報告的 那是不是香港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呢 當然不是了 因為香港在1991年開始在英國管治的時代 通過立法機關就實行了這條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即是香港的人權法案 當時是很有凌駕性的 亦都是當時港英政府晚年希望通過這些方式 盡量保護香港主權移交之後的人權狀況 那當然 始於原為 97年之後 這個公約雖然繼續存在 但是就不再具有凌駕性了 不過總之是這樣 英國政府、中國政府都先後召匯了聯合國 香港正在實行這條公約 所以今次的委員會 才有資格去審議香港 程序上 香港因為要履行公約 所以是要定期提交報告 雖然是自己評自己的報告 但是他提交完之後 委員會都是會負責去審查這份報告的內容 並且基於香港交的報告 委員會的調查結果 做出今次這一類的官方報告 雖然說97年之後 人權法案已經不再有凌駕性 以及有一些修改 但是直到出現港區國安法 大量國安法的條文很明顯和這條條約是直接衝突 在條約本位的角度 這個委員會其實就很難不做出上述的結論 無論哪個錯也好 而且也是程序上 這條公約是容許 對於替約國的人 向委員會投訴公約被違反執行的情況 而對這些投訴 委員會也會審理 也會作出公開的裁決 裁決的結果 也會在官方的網站公佈 所以理論上 這個模擬是香港人投訴港區國安法的重要平台 但是我們必須要知道 這個委員會的性質和局限 剛才我們說了 就是單單是來自這條條約 裏面的成員也不是一國一票產生 而是由18位專家組成 專家的定義根據條約就是要熟悉人權事項 有高的道德水平 如果有法律的執業基礎就會更好 他們是由公約的替約國代表選出 即是中國部份選 任期是四年 可以連任 比如說有一位成員是2012年開始 來自內利西亞的連任到今天 他們是完全代表個人的 對不起,剛才說過 比如說其中有一位成員 2012年開始就做過了 就是來自內利西亞的 他們是完全代表個人的專業身份 絕對不是代表他們所屬於的國家 但是這個委員會無論他的報告是怎樣也好 他並不是聯合國最高級別和人權有關的機構 聯合國憲章正式成立了一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成員是由一國一票選出 每一屆都有47人即是47個國家的代表 根據地理比例而產生 基本上所有國家都會有機會輪流做 因為這樣的機制 極大量人權狀況 好惡劣的國家 都成為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常客 比如說沙特亞、阿富汗、利比亞這些國家 當然還有大量的非洲國家 因為他本身是有Quota 至於五度當選 這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的中國 更加是不在話下 理論上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是負責監督全球的人權狀況 理論上 但是我們知道這樣的組成方式 這樣的投票機制 極其量只能夠各說各話 更加極端的更加可能成為捍衛獨裁者 去打壓人權的平台 這是會非常諷刺的 如果真的要投票的話 一國一票的機制 近年經常都是對中國有利的 我們看到聯合國 其他國際機構 選什麼人做領導 陳鳳富珍、譚德塞等等 大概都會心裡有數 畢竟單單是一個非洲聯盟 就有55票了 2020年港區國安法通過之後 這個委員會一度出現了 圍繞港區國安法的攻防戰 當時歐美 27國聯署反對 認為這個港區國安法是破壞了一國兩制 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等等 為了去反擊 中方就動員了 他的友好國家 主要都是亞非拉國家 有52國聯署支持 當然數量上是優勢 這個不是正式的投票 都是各自去斑馬曬冷簽名 各說各話 如果真的會投票是怎樣呢 就不會完全是這樣的組成的相信 但是這個是未知之數 畢竟聯署支持港區國安法的 是有52國 包括了什麼呢 自然是那些 白俄羅斯亞 古巴 沙特亞 白亞 南蘇丹這一群 人權狀況 非常之有特色的國家 但是不要管 在這個機制 就是一國就是一國 這個機制發展到極限 可以有什麼後果呢 其實隨時可以重新定義 什麼叫做人權 而中國近年 對這個一國一票機制的掌控 是越來越有信心 無論是一帶一路也好 各種各樣的投資也好 投資之後 這些國家幾乎就是自己人了 那麼全世界是民主國家多 還是非民主國家多 大家數一下都會心裡有數 只要這個一國一票機制是長存的 以後大家投票說一下什麼叫做人權 是中國所定義的人權 還是西方學者所定義的人權 那我們來投票吧 教訓處吧 這個就是中國現在採取的態度 如果根據這樣的比例 是不是以後被譴責的 可能就會是美國200年前屠殺印第安人 違反人權當然這個美國也承認 但是都公開道歉 是不是補償了 又或者是投訴法國去禁止穆斯林在公眾的場合 但是頭根諸如此類 至於新疆的人權問題 自然就是根據中國的演繹 是一小撮別有用心的國家 對中國政府反恐卻有成效的詆毀 一個一票會不會獲得到這樣的結果呢 不知道 但是這個正正是中國近年懂得這個話語權遊戲 懂得國際社會一國一票機制 就是強烈去欠制新主權國家的出現 就是獨立運動 從而去變相壟斷這個機制的一男子的行為 當然我們都可以看回一些正面的訊號 因為底線畢竟是有的 譬如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 正正是這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根據一國一票的機制通過 將俄羅斯踢出會 而俄羅斯知道了這個結果 就要留一點顏面 就說我們現在主動割植 因為這個是非法踢我們走的 當時這個一國一票的機制 是有5票反對 35票棄權 包括了中國 12票缺席 是得到壓倒性通過 根據這樣的組成方式 這樣的潛規則 其實都已經是相當不容易 但是如果香港的港區國安法議題 在這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即是不是今次發表報告 根據這個人權公約 所發表報告的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 去投票 如果是這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投票的話 一國一票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又會得到一個什麼的結論呢 在這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我們會不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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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不會的